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焊接前的准备工作 拆包 打开包装 仔细阅读说明书 按照装箱单清单清点配件验收 如焊接小车主机 电源电缆 说明书 备用转接线 摆动器连接线 背带等 如果缺少配件或有损坏 请及时与供应商或华为公司联系 2.电缆连接 1.将主机上的十星孔插头 与控制箱上的十星针插座连接 2.将摆动器连接电缆一端 五星孔插头 与摆动器上 五星针插座连接 另一端五星孔插头 与控制箱上的五星针插座连接 3.将电源电缆上的六星孔插头 与控制箱上的六星针插座连接 4.当HK-5W焊接小车控制电缆 与焊机接口匹配时 焊机与焊接小车电缆连接方法一 将六星孔插头与焊机上六星针插座连接 六星针插头与送丝机六星孔插头连接 此连接方法后 焊接电流 焊接电压 点动送丝 均可在HK-5W面板上控制 且焊机受HK-5W控制焊接与非焊接 若HK-5W焊接小车控制电缆与焊机接口不匹配时 焊机与HK-5W电缆连接方法二 将备用转接线六星针插头与六星孔插头连接 备用转接线二星插头与送丝机二星插座连接 此连接只控制焊机的焊接与停止功能 电流、电压、点动送丝均由送丝机控制 注意 方法二的连接 是因为焊机与HK-5W焊接小车控制接口不匹配时使用 现象表现为 焊机与HK-5W焊接小车连接好启动后 机器行走摆动均正常但不焊接 或者焊机与HK-5W控制电缆接口无法连接 三、参数及功能的介绍 开关按键功能介绍 一、电流、连接方法一、使对焊机焊接电流的调整 二、电压、连接方法一、使对焊机焊接电压的调整 三、收虎、无收虎、对焊接模式的选择 当焊接小车选择收虎时 焊机也置于收虎焊接状态 当焊接小车选择无收虎时 焊机也置于无收虎状态 至中间位置非焊接时 小车将演示焊接轨迹、无焊接 注意 烧虎与无收虎应与焊机设置保持一致 否则焊机焊接将出现两种状态 一、焊接小车停止时焊机继续焊接 二、启动后焊接一小段后焊接停止 焊接小车还正常行走 四、点送 焊机点动送丝、不焊接 五、启动、程序启动 将按设置好的参数自动运行 六、停止、程序停止 机器行走摆动停止、焊接输出停止 七、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八、电源开关、主板电源控制开关 九、行走方向 焊接行走方向的选择 当开关至左位置时 机器向左行走 当开关至右时 机器向右行走 十、参数设置 选择要调整的参数 摆动角度 左停时间 右停时间 选择该向参数时 数码管为闪烁状态 十一、参数调整 无数码管闪烁时 向上做行走速度加 向下做行走速度减 按下参数设置按钮 进行摆动角度 左停时间 右停时间的切换 数码管闪烁时 加减作为该向参数的调整 十二、焊腔调整 作为摆动速度的调整 向左为加 向右为减 焊接形式 对五种焊接形式的选择 十四、线位开关 行走或焊接时 线位开关接触线位挡块或特设障碍物时 焊接小车自动停止焊接和行走 十五、导向轮 当焊接时 焊接方向一侧的翼向轮 必须短于另一侧的导向轮 使机器与立板称十五度夹角 从而使机器始终沿立板行走 十六、离合手柄 打开离合手柄 可减少小车磁铁对钢板的磁性 易于小车与钢板分开 十七、背带 微方便使用 可使用背带将控制箱背在身前操作 四、显示功能介绍 一、行走速度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行走电机速度 在无设置选择时 利用担数调整按钮 可实时调整行走电机速度 二、摆动速度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电机速度 利用焊枪调整按钮 可实时调整摆动电机速度 三、摆动角度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角度大小 四、左停时间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电机左停时间 五、偏移显示 显示中心偏移设定 六、右停时间 数码管显示设定的摆动电机右停时间 焊接模式为直线轨迹焊接 梯形轨迹焊接 三角轨迹焊接 方形轨迹焊接 锯齿轨迹焊接 五、焊接演示 及焊接效果 烊践动电机的摆动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